赵姓男子涉嫌提供安菲他命给少女试用 事后恐吓支付购买毒品费用 以指甲刀烤火后试报 还威胁到街头乞讨 警方接获被害人母亲报案逮捕照 扩大清查是否有更多少女受害 警方说赵姓男子21岁 无正当职业 在网咖劫市淘家少女 已为毒手法性侵或威胁卖淫 有8名少女受害 因毒品及防害性自主相关案件被通弃 多住台北市及新北市的廉价旅馆 据调查去年10月间 一名就读高职少女离家出走 相约女同学逛街 赵与该名女同学交往 三人投诉新北市三城取某旅馆 少女逃家期间 赵多次提供安菲他命 利用好奇心饮幼即食 事后要求交付一万两千元 少女无力支付 赵以打火机烧烤指甲刀 烫伤被害人手脚 导致脚部蜂窝性组织炎 还强迫至三重正义北路向路人乞讨 少女逃回家 其母亲得知爱女受虐心痛保安 台北市少年警察队追查赵 发现他躲置外祖父 位于台北市河江街住处 上月28日拘提他 他否认提供毒品 工程卫队少女施暴 伤势是被害人跌倒所致 警寻后将他医毒品恐吓 伤害防害自由等罪嫌疑送法办 照进男子事情提供安非他命给少女适用 事后恐吓支付购买毒品费用 以指甲刀烤火后施暴 还威胁到街头乞讨 记者李一新翻社分享